中国两架轰-6轰炸机 24号飞到美国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 让美加两国战机紧急升空拦截 因为除了轰-6之外 还有俄国的图95轰炸机 这也是中俄军机 首度一起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机身有五星旗 中国的轰-6轰炸机 24号现身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美国派遣F-16跟F-35 加拿大派遣CF-18大黄蜂紧急升空 除了拦截到两架轰-6 还有两架俄国的图95轰炸机 中俄两国轰炸机联手秀肌肉 地点就在美国家门外 美方表示不意外 中俄轰炸机并肩飞到离阿拉斯加 只有大约320公里的上空 中方强调 这只是中俄两军年度战略巡航 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虽然没有入侵美加领空 但美国北美司令部司令日前才警告 今年就可能在北极圈 看见中国军机 中俄建持北极圈的意图昭然若揭 去年夏天中俄海军联合舰队 曾在阿拉斯加外海巡航 现在轰炸机也快到家门口 讯息坚定而明确 美邦强调不会让中俄越雷池一步 刘雍伟编译 美邦强调